你见过拿吉他疯狂砸奥迪车的吗 把挡风玻璃砸个细碎 而这个男生也是个被霸凌的人 这两个小把也太可恶了 竟然在地上放满图钉 然后故意吸引男生走过去 男生刚走过来 脚底下传来钻心的疼痛 抬起脚一看 脚底呢 已经扎上好几个图钉了 小把还没放过他 一把把他推在地上 对着他就是一顿辱骂 你正是又摔又挫 有本事找你爸抓我们坐牢 男生没有理会 但小把的嘲讽还在继续 还有你那个女生好朋友 男权就是个泼妇 简直就是人妖 男生鼓足勇气 做起来反驳 你们可以说我 但不可以伤害我朋友 又站起来反抗 却被小把呢 一脚踹倒在地 狠狠捏着他的嘴 那么这个男生是怎么逆袭的呢 他是怎么把小把 变成他的小弟的 下面让脖子讲讲 他来找好兄弟 兄弟看到他背后的血印问他 到底是谁在捉弄你 是不是小把 他们凭什么又欺负你 男生本想就这么算了 可兄弟却鼓励他要学会反抗 如果你一直这么弱弄 他们只会变本加厉地欺负你 见男生还是微微懦懦 兄弟故意刺激他 小把他们说的没错 你还真是又摔又挫 男生被激怒了 一气之下推了好兄弟一把 不料他的头正好撞到箱子脚 兄弟被紧急送到医院 经过急救 医生表示虽然保住性命 但脑部受到重疮会引发失忆 兄弟昏迷了一天一夜 终于醒来了 但却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为什么会摔倒啊 男生吓坏了不敢说实话 表示我一进教室你就躺在那了 本以为兄弟只是失忆 但有一次考试 他看到卷子上的字竟然在跳动 整个世界好像都在旋转 比掉在地上发出的声音 都会让他感觉到剧烈头痛 经过医生诊断 兄弟患上了阅读障碍症 一切有关文字的东西都不能触碰 从这天起他的梦想全都破灭了 只能勉强维持正常生活 连男生也离他而去 谁也不会想到 原本的校园三人组 竟然就这么分道扬镳了 男生叫紫阳 是出了名的怕他爸 兄弟叫阿玲 是万人迷学霸 女生好朋友叫佳佳 是学校里的霸王花 曾经一个人单挑五个人 他们三人组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这天是学校的校庆日 阿玲要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发言 但现在却找不到了 紫阳和佳佳一起去找 不料中途碰到校爸 紫阳被欺负后又被阿玲刺激 失手推了他 所以才发生后面的事情 紫阳一直愧疚 所以不敢出现在阿玲面前 紫阳在学校被校爸欺负 当官的父亲却只关心学习成绩 一言不合就责骂他 在双重压迫下 紫阳终于爆发了 他一改往日软弱的样子 变成了一副混混模样 连曾经欺负他的校爸 也变成他的小弟 父亲见他这样子更生气了 台家长会都在尽力忍着怒火 你能不能收连点 别给我丢人 紫阳却直接跳上台 准备好自己的设备 当着所有人的面说 今天我要献给父亲一首歌 声音响起忍不住 有学生起来欢呼 主任赶紧化身保安维持秩序 台上紫阳唱得越来越起劲 把自己想说的话 都通过歌声唱出来了 父亲在台下不停捏手忍耐 而台上的紫阳却更加张狂 甚至把衣服都脱了 露出纹身 家长会结束后 父亲找到主任 这就是你们教育的学生 主任也很无奈 他的那首歌是执意为您唱的 你们父子之前可能会有些误会 父亲更生气了 他考不上大学必须重读 我就是死也要等到他上大学 话音刚落就听到旁边传来响声 走来一看 竟然是紫阳在砸父亲的车 不停挥舞着吉他 好好的奥迪车 就被砸成了花脸猫 仿佛把自己以前所受的委屈都发泄出来 直到吉他都砸碎了才停手 为了让儿子走回正堡 父亲竟然把紫阳囚禁在家 你的前途是读书是考大学 想当歌星想唱歌 绝对不允许 紫阳看到垃圾桶里的吉他弦 打开抱一看 自己的吉他弦竟然都被父亲剪断了 紫阳彻底怒了 从今天开始你要求我做的事情 我全都不会去做 你不让我做的事情 我全都要做 他气冲冲地回到屋里 妈妈过了一回来送饭 发现紫阳早已从窗户离开 晚上紫阳在演出 台下一片欢呼声 阿玲也来了 父亲突然出现 还带来警察要抓她 就是她砸坏了我的车 紫阳撒腿就跑 阿玲也赶紧追上去 紫阳跑到天桥上 还是被警察围住 警察让她快道歉 这件事就算结束了 不然明天还抓你 紫阳说了一句 如果没有明天呢 就从天桥上跳下去吧 可她根本不会游泳 阿玲也紧接着跳下去救她 却还是来不及了 紫阳的生命就这么停在了18岁 事后 一家人观看紫阳生前的录像 我的生日冤枉 希望你可以不要再无视我了 你否定我的一切 既然你觉得我没出息 我会证明给你看 可谁都没想到 证明的代价竟然是生命 阿玲和佳佳参加了葬礼 收拾遗物的时候 发现了紫阳的日记 两人这才知道 阿玲受伤的真正原因 还得知紫阳一直在 秘密制作一种银币 两人从一本古老的书上得知 这种银币能穿越时空 但他们也没在意 直到这天 阿玲在电话亭投进银币 电话那头却传来 我是时间 你想要到达哪一天 阿玲还以为是恶作剧 随口说了一句 我想回到紫阳去世的那天 刚说完话 就看到外面的雨竹竟然停止了 紧接着她的身体也开始悬空 电话亭里灯光闪烁 阿玲进到了时空隧道 闹钟响起阿玲醒来 看到自己在家里 还以为只是做了一场梦 她翻箱倒柜 发现紫阳的日记不见了 询问手机 得知今天就是紫阳去世的那天 她立马狂奔到演出地点 果然看到紫阳在做准备 她激动地拉着紫阳的手说着 你成功了 你创造了奇迹 你制造的银币真的能让时空穿梭 我就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 紫阳才不相信 甩开她的手 上台演出了 事情按照之前的那样发展 台下依旧都是灰舞的荧光棒 紫阳的父亲带着警察来了 这次阿玲提前知道了路线 跑得更快了 在紫阳要跳下去的危机关头 拉住了她的手 我不会让你出事的 她紧紧抱着紫阳 就回了她 紫阳被警察考在病房 阿玲就在门口陪着她 经历过生死 紫阳终于把藏在心底的秘密说出来了 你拥有完美的人生拥有一切 而我只能一直看着你的背影 其实是我害你受伤的 你变成今天这样都是因为我 门口的阿玲回答道 我知道 那我现在还是你朋友吗 阿玲没有埋怨她 只是让她做回自己 紫阳听到她这话 内疚瞬间冲斥着她 蜷缩着身子哭泣 第二天阿玲醒来 发现回到了穿越之前的日子 她迫不及待跑到紫阳家 看到紫阳父亲伤心的模样 得知紫阳还是去世了 她跑到电话亭投进银币 我已经救了紫阳 为什么她还是死了 神秘人表示 我给你的是时间 你能回到那一日 却改变不了历史 阿玲不死心 我一定可以救她 于是她再次回到了紫阳去世那天 狂奔到紫阳家楼下 看到她正从窗户往下爬 阿玲敲开她家的门 不由分说跑进卧室 把紫阳的那段录像给她爸妈看 晚上紫阳照旧在演出 但阿玲还是没能阻止 一觉醒来又回到了现实世界 她不放弃 开始第三次穿越 第四次第五次 直到第十次 阿玲数次改变紫阳去世那天的故事走向 但最终还是要接受她去世的现实 阿玲想到今天是佳佳出国的日子 立马狂奔到机场 带她来到公共电话面前 再次投下迎币 阿玲这次要带着佳佳一起穿越 她说出具体时间 一秒后 周围的所有的事物都被暂停 紧接着开始后退 佳佳从梦中醒来 手里还握着出国的机票 打开门阿玲就在门外 佳佳还是不敢相信 阿玲带着她去学校 路上阿玲知道即将要发生的所有事情 孕妇手里的雪糕要掉在地上 旁边的出租车送她去医院 接住了即将要掉落的咖啡 这下佳佳终于相信时空穿越了 两人找到紫阳 佳佳激动地拥抱上去 这天晚上紫阳没有去演出 而是三人一起在游乐场玩 好像回到原来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 但一觉醒来 佳佳也回到了现实世界 她不想再看到紫阳失望无助 想看到她开心的样子 于是两人这次选择回到了孝庆日 佳佳帮她躲过了孝霸的图丁 阿玲还没有出事 她把致辞的演讲稿交给紫阳 让她帮忙演讲 紫阳被硬生生推上台 打开一看 里面只写了两个字 朋友 台下所有人都关注着她 紫阳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于是说了一段歌词 台下阿玲始终微笑地看着她 紫阳鼓足勇气告诉大家 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 在你们的生命中还有我 主任带头鼓掌 就连父亲也露出欣慰的眼神 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晚上阿玲看着几人的合照 回忆过去 佳佳拿着一堆书 还想找其他改变历史的方法 阿玲却把书扔进垃圾桶告诉她 我们不能改变命运 但能改变记忆中的紫阳 孝庆上她获得了所有人的掌声 得到了父亲的肯定 这正是她一直所想 两人回到过去 告诉紫阳穿越的事情 她看到了自己的墓碑 得知两人为了救她不停穿越时空 紫阳很是感动 坦然接受了自己去世的真相 三人躺在山坡上感慨万千 多想时间就停留在这一刻 紫阳用剩下的银币穿越到了2028年 现在全部智能语音化 阿玲已经是小说家了 把他们三个穿越的故事 写成了一本小说 看到好朋友事业有成就放心了 三人一起躺在山坡上的时候 紫阳录下了一段视频 我又带着银币穿越到人生的很多个时刻 看到佳佳已经是女主角 父亲也已经老去 到最后才明白 未知的未来才是最动人的 别为我的离去而伤心 阿玲也终于释怀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 一定要珍惜每一天 珍惜和家人和同学朋友的相处 本篇叫 回到过去拥抱你 本期问题 如果遇到好朋友被把玲 你会怎么做呢 上去解围的扣三个一 去找老师的扣三个二 不语理睬的扣三个三 想其他办法的扣三个四 人们对于幸福的感觉 是有延迟的 看似平常的一天 在很久之后 才能后知后觉 原来那是非常完美的一天 就像影片中的紫阳 去过很多地方和时刻 重新体会了友情和亲情 才深知 历史无法改变 我们能做的 只有珍惜眼前 珍惜现在的每一刻 本篇好看 推荐几款原片 好了 本期能就到这了 记得给伯乐的学龙家族 点赞观众和订阅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